那在宜蘭礁溪這個飯店 現在它總共有確診的 有它一個飯店相關的來源的 總共有確診的有13位 那這今天我們這裡面是增加了4位 本來9位 那現在增加再增加4位變13位 那這裡面當然都也不是全部 都是在裡面染疫的 這裡面從18703 18703那時候從高雄到 郊溪宜蘭 帶了一家人 就開車到宜蘭那邊去做一個旅遊 那這裡面是1月16號 17號呆在這個飯店 那因為他呆在這飯店 然後他就先有 症狀 然後驗出來是陽性 那小孩跟先生當然有做了一個 因為沒有 症狀 所以做 小孩 有一個小孩有症狀 那兩位沒有症狀 他們做了快篩 那時候都是陰性 隔一天這小孩子的症狀就持續 然後檢驗PCR 然後現在PCR檢驗的結果 這兩位小孩 都是陽性的確診 都是陽性的確診 那大家以前知道說 在宜蘭的飯店 對於病 對於所謂的住宿的旅客 是追溯到1月19號 追溯到1月19號的 住宿旅客 那也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們把這日期再往前 追溯到1月14號起 相關有在飯店裡有住過的 那名單會交給各地的衛生局 讓他們去做 追蹤檢驗 那另外18712 18712是18703回到高雄之後 那是住台南 那從台南到 跟他在1月23號 那有聚餐 有聚 聚餐 那已經被驗出來是陽性